嗨,大家好,是科幻迷步马,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天文纪录片《宇宙时空之旅,未知世界》。 这一期的主题很硬核,讲的是科学家们对土星的探索历史。 全篇分三个部分,一是介绍宇宙中各种迷人的星环,重点是土星的星环, 二是历史上伟大科学家们对土星的探索,三是现代卡西尼号探测器的科学现身之旅。 行星环是由行星引力助就的艺术品,为漆黑宇宙贴上一片迷幻色彩。 这颗胖子行星位于半人马座,名为J1407B,我之所以教它胖子, 是因为它的星环林里外外三十多层,就像肚子上的永远圈。 这套星环系统出了名的庞大,直径约1.8亿公里, 比土星环大200倍,甚至超过了地球和太阳的距离。 有时,星环还会遮挡住恒星,让行星好几天见不到太阳。 神奇的是呢,这么大的星环,厚度却惊人的薄。 打个比方,假如J1407B星环的面积有一个盘子那么大, 那么它的厚度就只有头发的1%。 这种离奇的面积和薄度,让它成了宇宙中的一朵奇葩。 我们太阳系也有自己的星环,众所周知, 在八大行星中有四颗拥有星环。 第一个是海王星,它的星环十分微弱,在1989年由旅行者二号飞船发现。 第二个是天王星,它的星环没有什么可说的,但它内外温差极大。 大气层外侧超过260摄氏度,而最冷的云层却接近零下240摄氏度。 有科学家认为,它的海洋可能亮晶晶的,里面全都是液态钻石。 感兴趣的网友可以想法子致富了。 第三个是木星,它的星环也很薄弱,以至于地球上的望远镜没法看见。 还是旅行者一号贴着木星飞行时,才发现了这个星环。 最后呢就是土星了,它有太阳系中最大最美的星环,人类自古以来从没有停止对它的仰望。 下面就要提到四位跟土星有关的伟大科学家, 依次为伽利略·惠庚斯·卡西尼和康德拉图克。 伽利略是这四个人中最早仰望土星的, 它当时的望远镜并不清晰,只能观测到土星本体旁有奇怪的物体附着。 四十多年后,惠庚斯接过接力棒, 它的望远镜经过改良,帮助它成功发现了土星环。 除此之外,它还发现了土星的卫星土卫六, 后人派探测器考察土卫六时,为了纪念它,便把探测器起名为惠庚斯号。 继惠庚斯之后,卡西尼也揭开了土星的更多卫阶之谜, 它最先发现土星环不是实星的,而是由无数悬浮小颗粒构成。 它还发现土星环里面有暗缝, 后时为了纪念它,便把这道暗缝称为卡西尼裂缝。 而且后来派探测器考察土星时,也把那艘探测器命名为卡西尼号。 卡西尼号探测器的升空呢,又离不开另一位苏联科学家康德拉图克。 这个名字广为人知,却是个化名, 它早期的本名沙尔基则默默无闻。 沙尔基年少时学习优异,但不幸卷入战火,不得不为沙皇参加一战。 战时,它仍在战壕却欣喜苍穹,构思出了登陆月球的蓝图。 苏联建立之后,它因为曾是沙皇的军官,获得提心吊胆, 于是改名换姓,以尤里·康德拉图克的身份重新出现。 在那之后,它写下著作,阐述了很多航天问题。 后来,官方又招募它设计古物升降机, 由于当时缺乏金属,它一根钉子都没有用, 完全用木材设计出了一座巨型升降机。 机器由于体型巨大,被人称为入齿巷。 有人怀疑它不用钉子,是故意想让升降机倒塌,又让它蒙了冤。 可实际上,如此像用了60多年,在1990年才因为火灾焚毁。 最后呢,二战爆发了,康德拉图克参军作战,从此下落不明。 有证据表明,他大约是在1942年2月失踪的,通常认为他在战斗中牺牲了。 康德拉图克虽然已经不在,他的科学理论却影响深远, 后人登月和考察图星时都参考了他的设想。 首先是登月,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初期,科学家曾对火箭如何逐路被赶头疼。 这时呢,他们找到了40多年前康德拉图克遗留的手稿, 并采用了其中设想的月球轨道交汇技术,最终取得成功。 这还不算完呢,康德拉图克还设想出了引力助推原理, 他设想人类第一次环游太阳系时,会先绕着每个行星旋转, 借着引力弹弹效应加速之后再冲向更远的行星。 未来的飞船会在每个天体间弹射,就像原始人从一棵树上荡到另一棵树上一样。 1997年,人们把卡西尼惠更斯号送上太空后,就是采用的引力助推技术。 它此行的目的地是土星,那里跟地球的直线距离近时约13亿千米,远时约16亿千米。 卡西尼惠更斯号由于要略过不同星球获得加速,总行程加长到了35亿千米, 但它的飞行速度反而更快,最终在6年多的旅程之后,抵达土星轨道开始考察。 卡西尼惠更斯号是一个由火箭发射的两架探测器,分别是卡西尼号和惠更斯号。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,这样起名的用意是为了纪念两位科学家。 卡西尼生前研究土星有过巨大成就,所以卡西尼号探测器的使命也是研究土星, 而同理呢,惠更斯生前钟情于土维6,惠更斯号探测器就负责考察土维6。 这两颗探测器都有过许多重要发现,惠更斯号探测土维6时, 发现它有甲丸和乙丸的海洋,还有水冰,地表特征跟地球非常类似,有可能暗藏生命。 卡西尼号则在探索土星时,发现它北极地区有奇怪的六边形风暴。 这个六边形实在太规则,以至于不像是自然现象, 人们不禁怀疑会不会是智慧生物在用它改造这个星球呢? 其实这是两极附近大量氨气上升,风速突然变化的结果。 这个诡异的六边形,其实是个巨型的风暴权。 卡西尼号探测器于1997年升空,2004年抵达土星轨道,自那之后终时工作了13年。 这些年来,它绕土星探测的轨迹密密麻麻,被NASA工作人员映成为毛线球。 然而,2017年4月,卡西尼号的燃料即将耗尽,假设不做人为干预,它将无序游荡,很可能会撞上土星的某颗卫星,注入土位6。 万一那些行星暗藏着生命,它们的生物圈就会被卡西尼号污染,这违背了NASA的行星保护原则。 所以,卡西尼号的最终命运只能是在燃料用光前自己。 有这么一个传说,人在死亡之前会走马灯一样闪过生前的一幕幕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,就是卡西尼号生前拍下的画面,如果它能有自己的意识,会对这些景象作何感想呢? 2017年9月15日,卡西尼号在离开地囚禁20年后,收到了科学家的最后一条指令,坠毁。 它全速冲向土星地表,用光体内的所有燃料最终在大气层中烧毁,永远成了土星的一部分。 据称,在NASA的指挥中心里,当负责人宣布卡西尼号信号消失之后,在场所有科学家都为它起立鼓掌。 揭开宇宙真理,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代人的使命。 康德拉图克怀揣着梦想死亡,NASA的科学家却替它实现了梦想。 尼尔·阿姆斯特朗登月成功之后,就曾到它的孤军里超胜。 卡西尼号探测器的故事也不会随着它的毁灭结束,科学家至今仍在研究它传回的珍贵数据。 未来也会有新的探测器接管它的职责。 人类千百年来对土星的凝视永远不会停止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欢迎关注科娃Fans,咱们下期再见。